欢迎回到57股市同学会 今天AI概念股占进台股的版面 但是我们要先布局未来会涨的题材 7月份到8月份不要忘记还有探权 8月7号台湾探权交易所要开幕了 北高双营运方式进行 为什么高雄 因为高雄很多排碳大户需要就近服务 初期资本儿10亿元 证交所除6亿元 国发基金4亿元 证交所负责营运 碳权概念股藏宝图一次看懂 拥有林木资源 就是你树林很多的森林很多的 就有很多的碳位 华子永丰于阵龙融成 大家都知道都听过 那转型概念股有台妮雅妮 但是现在比较不懂的是什么 碳捕捉特用化学概念股 东莲永光中化化 也是有题材 碳管理平台之前掌握的 贝利之通瑞扬 又要再来封一波了吗 老师在讲探权之前 我们花点时间解一解 昨天我们提起大家的AI概念股 伪创今天股价工涨停板 明天要除息了 除息之后 投资人该怎么样来报下去呢 广大部分的股价也在公高 这两栏个股目前都还没有爆量 老师报下去安全吗 我们先从伪创来看起 3 2 3 1 OK 首先我们讲这一块的话 应该这么讲 之前发觉很多股票涨停像什么 长荣洋民嘛 好像这一波的航海王 我觉得你怎么买怎么赚 对 所以为什么 这个有一个概念 大家可以看到 好像是法人买上去的 通常在这种状况是税率问题 因为除全息的状况 个人税跟法人税是不一样的 所以个人会有弃权息 但是法人没有 法人国内公司是免税 没差 对 所以为什么 人弃我取嘛 散户你要弃权息 没关系我先收 隔天拉上去 你要补回来我再卖给你 所以有这个概念 所以为什么伪创今天很强 我们先看3 2 3 1的伪创 也有这个概念 所以今天这样子 盘中就有同学问我说 要不要弃权息 对啊 我说已经涨停了 你还弃个 弃什么 我说OK 不要像阳明或长荣这样 隔天又拉上去 你要追又追不回来 怕会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跟他除息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看完明天的状况 上去之后再说 因为像长荣今天开始就震荡了 对啊 然后阳明今天好像也是 OK 所以我觉得伪创的状况 还是一样 那当然这个状况 就是喷出嘛 所以喷出完 通常我会建议短线 如果一些重要价位跌破的话 可以做适度的调节 不过当然我们昨天讲 是说实现这种好的位置买的话 所以大家记得 我们是站在调节 而不是清仓出场 大概是这样一个操作逻辑 获利分批的调节 对 那怎么样抓这个 重要的支撑关键价 就可以跟我们展哥加个line 相关的旋鼓或是操作的方向 就可以跟展哥来做询问 对 好 OK 那今天我们讲的主题 就是在讲别的 因为我们最近 那个主力都在AI嘛 那今天我们就讲 讲一些别的 像碳全 因为碳全比较 我觉得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而且可能会蛮长久的话题 那近期 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这一个 这叫碳边境调整机制 这叫C-BAM C-BAM 这个东西什么 欧盟的 欧盟简单讲 这个文字大家自己看 好 意思就是说 你产品要进来 我这里 你该付的碳税付完 然后我才能收 那不然的话 他怕一个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要减氧减碳 结果你说反正这个地方管制比较严 那我干脆去比较落后的国家 管制没这么严的国家去生产 所以他这一块就是要弥补 这叫碳泄漏 所以他重点是什么 今年10月 就要实行 很快 接下来就要来了 所以你看8月我们的碳交易所要成立 10月要实行这一个 然后到2026年就要正式实行 这绝对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对 没错 所以这一块我们就看台湾的金银碳排的整个蓝图 那第一个从非电力的部分 产业驻商运输非燃料这一块 当然会减嘛 但是减的其实有限 那减不下去了怎么办 就用什么碳汇 你就去买碳汇 意思是什么 就是现在种树的啦 所以为什么最近 我有树就可以长 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 所以这一块是这样 然后再来主要是电力的部分 那当然很大一部分要电气化 电气化重点是什么 比如说像什么化石燃料 改成设备变电气化 或者是你住家的设备电气化 或者是什么运输改电动车 类似这样的 把过去要燃烧油的 我们开始用电 然后所以这个部分是这样 然后再来其他的包含新燃料 CCUS什么碳补桌 所以还有什么题材 包含氢能 氢能会注意什么 中芯电嘛 高丽嘛 对 然后再来生殖能 这一部分其实 当然这块碳补桌很有趣 就是你在烟囱上面开始 做一个工程 把一些气体捕捉下来 不要让它排出去 是 像这一种我觉得 应该也是蛮有潜力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 从碳的定价 这时候我们讲一个经济学的概念 这个东西我们讲叫外部性 外部性是什么意思 像明君喜欢吃碳烤吗 喜欢啊 喜欢嘛 对不对 但是你家楼下如果有碳烤店呢 我会生气 没错嘛 因为我当代味道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外部性 就是我其实没有承担这个成本 是别人来承担 所以碳其实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排碳之后 我们怎么做定价 其实就丢到经济学的逻辑里面 就是利用市场 那我们利用市场去做一个定价之后 我们就会产生一件事情 叫做碳交易 碳交易什么概念 我们两家工厂 假设规模一样 什么都一样 那我给你一个限制 对 结果A公司呢 它排的比较少 是 就B公司能力比较差 排的很多 所以你怎么办 你这一块你就是跟他买 你就付钱 理解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中间当然就是依照那个定价 那另外还有什么 碳税 对 这部分也是我们讲的叫补贴的概念 就是你怎么样 你还是要烧石油 你还是要烧煤 那没关系我就克你税 对 我又缴税 对 那你克税之后 你是不是商品价格就要反映 是 那我克到的税 政府克到的税怎么样 我在补助这个低碳的技术 低碳的产业 那这样从价格上面来影响的话 就会让什么 能源消费者改变你的消费的取向 达到节能减碳的效果 因为如果说我不节能减碳的话 我可能买到的东西 我要付出较高的成本 对 是这个原理 所以在这种时候 就是用价格 用市场机制去调整 那当然我们讲C-band这个东西 一个问题是什么 一开始 今年 我开始要试行的话 从水泥 电力 肥料 钢铁 铝业 其实这些一听就知道高碳排 海碳大户 对 所以这个部分 台湾的大概涵盖200多 享金额大概245亿 主要其实还是钢铁 那从碳盘查的角度 我们可以看 第一个 你就直接排的 就是你直接烧 什么锅炉 空调 这些机具 就我生产过程 我就是直接产生气体 对 然后另外的叫什么 间接能源 就是我买的电 如果我买到的电是什么 燃烧煤的电 这样也算 我也要付钱 这个地方就严重了 对 台湾 台积电 用电大户 这个真的下去 台积电没有转型 会完蛋 所以你看 从碳盘查的行业来看 发电 钢铁 石化 半导体 水泥 面板 这些都是重要的行业 那再接下来看 如果我们看 从传产的角度来看的话 从数字一拉出来 钢铁业 吓死了 对 钢铁 然后再来什么 塑化 对 然后再来什么 水泥 水泥 这些都是重要的碳排 所以台湾从2021年 这个直接碳排的话 其实你看最大的是谁 电力 其实是电 所以是台电 是用排碳大户 对 要烧煤 所以这部分很严重 然后再来钢铁是大户 但是你看半导体 我们刚刚讲 其实它是间接用电大户 对 因为它都用这边的电 对 所以这一块 对台湾的产业会有很大的影响 要特别提醒大家 所以在这过程中间 整个产业转型 我们一定会找到很好的投资机会 是 然后带来这中间来讲 为什么近期什么阵容 职业这么流行 因为阵容它已经取得国际探权的交易资格 然后融成其实在大陆 其实讲到大陆也很好笑 昨天一个欧盟官员在讲 说中国大陆你不是答应我们要减碳吗 怎么现在还在拼命盖火力发电厂 对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有的看 那当然在台湾这一块 我们核发的减量额度都是谁 都是台电 台电拿下 所以是有点严重 那再来我们从整个 它受到开始受到影响之后 EPS有影响多少 我们可以注意到 第一个 有一个估算了 影响最大的是台塑化 塑化 对 然后再来中钢 钢铁 然后再来还有谁 这也是塑化嘛 然后造纸 造纸也都有 所以这些公司我觉得 他们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投资机会 譬如说像正隆 我们之前是不是介绍了大气垫 对 因为它大圆厂已经开始做气垫共生 对 其实这也是在简单简碳的这一个 先做一个布局 好 那我们看这个职业这些公司 其实这都是周线 用风雨的角度 你看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大敌的心态 然后这边突破 这个周线 好 然后跟阵容是不是也是很像 也是一样 然后下来这边也开始突破了 在竞刚突破 好 再来我们再看 滑指 最强 这边上来 是不是这边也突破 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大敌嘛 然后融层 这里有一个小W敌 然后上来之后其实是守住的 所以看起来有没有机会 最近 好像还是有 好 那就提醒大家 我们在讲这个潜力鼓之前 我们希望跟大家 我们的吴岳掌老师加一个LINE 那同学们要怎么跟老师呢 包含AI概念鼓跟碳圈概念鼓问题 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都可以参考画面上面 我们吴岳掌老师的大头娃娃 下面的QR Code 手机扫一下 这个资料 我觉得还蛮实用的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吴岳掌老师来请教 还要讨论 老师我们继续 OK 那我们再看 钢铁行业里面 其实你怎么样减能减碳 第一个就是回收 减少耗材 减少钢材的消耗 然后再来是什么 生产技术 所以其实我过去就一直在想 那时候我们阵容 我想阵容的时候 我去想到台西大气垫 然后中刚我可以想到谁 我们就开始找 就被我找到那家公司 等于说中刚的大气垫是谁 对 有点这种概念 不过当然我们还是提醒一下 这个是2022年台湾发电结构 刚刚讲燃气38%多 燃煤大概42% 燃油 这些有燃的都是排碳的 所以台湾大概有八成多 还是排碳的 所以这一块 其实能源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怎么样选择股票 我们继续帮大家追踪 那当然我说 中刚的大气垫是谁 我就找 还有吗 竟然找到这家公司 叫中雨 中雨 中雨 1535 这家公司它的背景是什么 中刚投资44% 然后再来华融电线电缆 然后红箔钢铁 然后金河发钢铁 都是钢铁公司 都是排碳大户一起投资它 所以它是做什么 做工程 做环保工程 然后当然有各式各样的工程 但它新的技术包含 跟工研院 跟中刚一起研究 就是做气体捕捉 那像这个的状况 那它的目前的状况 殖利率还有5%多 然后本益比才13倍 然后去年赚了4块多 很不错 所以你看这边 是不是一个大底下来 对 是不是准备要突破了 有 怎么默默的创高了 对 还原权值前高是58.86 所以快了 你看今天还是默默创高 所以这个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第一个 我们从它的背景来看 我觉得你看 它应该不愁业绩 对 因为看公司的说明就是说 我们跟中刚就是长期合作 废话 你投四层 我能不跟你长期合作吗 对 但是你从基本的 基础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它现在的 不管是位阶也好 不管是它的基础面也好 我觉得都有机会 开始准备一个发动 就是就算是已经来到新高 基率还是有5% 很高 对 所以这个时间点 开始去布局 记得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量相对比较少一点 所以尽量不要追加 不要帮我买上去 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是一家合法投股 免付费专线 0800370888 0800370888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介分析支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